好 來看到她 乖乖是新一代的野魔女神 那麼可是很多的報導都出來說 她怎麼專門喜歡剪這個 蕭雅軒的男人 那麼究竟這個是巧合還是 因為我覺得現在女神的封號泛濫 為什麼一個人出來叫女神呢 以前女神很難做的 現在女神好像比比皆是 你幹嘛那麼氣 你剛剛加那個 現在是宅男比女神還多 麥克風剛剛是採訪好萊塢耶 對 女神哪那麼容易 你看拐拐兩個字四有蹊蹺 這個拐拐你看是不是右拐的意思 我們如果說字體上來看 拐拐 就是右拐對不對 好 這個女神其實原來叫許萌熙 但許萌熙也是改了名字了 但她現在的藝名叫拐拐 拐拐就是剛剛先會講的 她是一個網拍的 就之前五名小站自己網拍 然後現在開始慢慢就有名了 剛剛為什麼講 專搜蕭雅軒男人呢 因為她最近被周刊拍到 她跟誰呢 跟我們的Billy的兒子周湯豪 小帥哥 兩個在內湖一帶呢 夜遊被拍到了 而且兩個人去吃東西啦 逛街啦 然後在這個內湖的這個地方 壯盛親密在一起 大家就發覺說 這個周湯豪呢 因為現在話題最盛的就是 我們的蕭雅軒嘛 Alva跟這個情商嘛 跟柯正東情商 就發覺這個周湯豪 是Alva以前的前男友 可是發覺拐拐呢 跟這個我們的柯正東也有關係喔 這個你看 這就是她跟這個周湯豪 兩個在內湖 你看這樣的照片來講 算是應該親密朋友了 手還搭在肩上 應該已經是在約會了啦 那你看拐拐 穿的這個真的是太辣了吧 怎麼那褲子穿得這麼短 小屁屁都露出來了 真的是野 那個骨勾那個真的好心坦喔 這個如果用背影看 其實滿好看的 是啦 那眼魔女神這樣看 當之無愧啦 因為這樣的身材好不好 好 拍到了 那我們剛剛講 跟柯正東有什麼關係呢 大家就發覺原來這拐拐啊 你記不記得之前 柯正東的新聞出現 跟蕭雅軒情商的新聞 有一次出現一個柯衝動 有沒有 就說蕭雅軒這個女生啊 什麼妒忌啊 心機啊 他說你只要講 某某某 很漂亮 他就跟你講說 哪有 都整出來的 那他們就說 這一段呢 就疑似在講誰講 拐拐 因為拐拐跟柯正東 也被直拍告 拍過或直擊說 其實在夜店的玩咖裡面 拐拐也跟柯正東一起玩過 那說拐拐呢 講過說 你這個拐 就是柯正東講過 大概在蕭雅軒前提過他很漂亮 就馬上被蕭雅軒痛吵 就人家說懷疑說 蕭雅軒吐槽這個對象 就是拐拐 對 所以拐拐就變成是 專門撿蕭雅軒的前男友 前男友 大家就會有這樣的一個連結 不過這個麥哥當然提到了 就是說蕭雅軒就是不爽 覺得說他明明就是整出來的 的確 這個拐拐好像也被人家起底 說他其實 他現在看起來滿像混血兒的 也有混血臉 不只麥伯伯很生氣 呂阿姨也覺得很怪你知道嗎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現在你會覺得說 他都跟這個 這也是他嗎 對 這個也是他 你覺得他跟這些所謂天后的男人 一拉上線之後 我們之前誰知道誰是拐拐 哪知道你是什麼宅男女神 什麼網路票選第三名 老實講真的不知道 可是這幾天這樣一吵 大家知不知道 知道了 你看現在大家又開始吵了 他跟以前差很多 好 大家就把這個高中 高中的時期的這個照片 調出來你看 齊老師這樣 我比較喜歡他高中時期的樣子 很清純 很可人 然後甜甜的 好啦 大家就發現說 這個是後來他開始 可能有在一些我們剛剛講的 拍一些什麼雜誌的這個 廣告的東西 活動什麼之類的 好 這個樣子你會發現說 跟現在兩個人 我不相信大家會覺得 這是拐拐麥哥這是拐拐嗎 如果這些都不要看 這是拐拐嗎 玉琳哥是嗎 我跟你講 剛剛那個有沒有 那個補師什麼意思 什麼 還差蠻不動的 我跟你講 真的是 你會覺得是看若兩人 好 走到這邊來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這個其實真的 待會兒要問邱醫師 他到底動了哪裡 可是呢 大家就發現說 他的眼睛變大了 鼻子變挺了很明顯 他本來是鼻子比較塌的 臉變尖了 可是乖乖今天有講 胸部也變了嗎 胸部也變大了 你聲說了 目測這個大概是B罩杯 神奇了 現在大概至少C罩杯 她在高中以後 應該還會再掌 你們男人才相信 先幫她掌 接下來有可能還會再繼續變嗎 我們剛才這張照片 剛剛那個千惠有提到 她的上圍的部分 這個大概跟我現在差不多 我呢 犧牲我自己 我大概是B 所以其實這個大概是B罩杯 可是大家看到現在這個樣子 火辣 正在穿一條有沒有 指摺點的那種比基尼 辣到翻 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變化也太大了 甚至你看這張臉 你會覺得它是多國混血嗎 因為她自己有講說 大家說你的五官好深邃 還有外國人的血統的感覺 她說她混什麼賽德克 還有什麼東西 然後講到很多 對…賽德克這一邊 然後她說講那麼多人 反正我覺得原住民就好了 這樣也滿可愛的 可是這個中間的變化 大家覺得說這個落差真的是 讓大家差太大了 那我們就請邱醫師來好好鑑定一下 任何女人在你面前都會現形 對不對 像照妖鏡一樣 像乖乖這個的話 看得出來很明顯 她臉的部分改變最多 你看她眼睛變大對不對 那個就是把雙眼皮再縫一下 然後眼頭再開一點 這樣眼睛就會變大 鼻子鼻樑有高一點 這個打開玻尿酸圍晶都可以 再來就是下巴要墊一下 下巴有一點點 還有臉頰 最重要就是臉頰 因為她臉變瘦穴了 那個就是打國字臉就可以了 打肉毒就可以了 可是管管說是因為她看鏡頭 有點往下 當然化妝或者是這個鏡頭 都有點關係 但基本上來講 你看最左下方那個照片 她那個臉很明顯是縮下去 那個你們有沒有發覺 她臉頰的前面跟後面的寬度差不多 你們知道那是為什麼嗎 那就是因為後面打了肉毒 所以後面消下去了這樣 所以臉頰的前後是一樣的 胸部呢 胸部很明顯 這個胸部是變大了 長大了對不對 那她體重沒增加 那是怎麼來的 對不對 那大家可想而知 但是我們當然都希望 自己變漂亮 變公主 變成洋娃娃 不過 一旦真的變成真人洋娃娃 整到這種地步 那也太可怕了吧 我們稍後繼續回到節目現場